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王之间在斗 最终习近平把王岐山干掉了 现在王岐山又当选了人大代表 那么您对他的仕途怎么看 我看到最近一些西方主流媒体 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都在报道 说现在有一些接近中共高层的所谓消息灵通人士 说王岐山可能担任国家副主席 还有人说习近平请他来主持对美的外交关系 和贸易方面的一些政策 因为这些过去恰恰是最棘手的一些问题 这些难题是王岐山曾经专门做过的 包括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这个都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所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现在也有另外一种传言 有的人说现在国家副主席不一定是王岐山当了 现在这个高层的博弈非常的激烈 有的人说可能是王沪宁当了 所以这个传言很多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王岐山如果当国家副主席的话 可以说是明治实规 实至明规 就是说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资历 有这个影响 如果是王沪宁来当国家副主席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从名望上 从实际操作的能力上来讲 还不是那么明显的给人家一种确信 那么如果把副主席当做一个无足轻重的 一个花瓶式的摆设 那么谁当都可以 如果真的是想让这个国家副主席 赋予一定的实权 而且真的是能够在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 发挥重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角色恐怕一般人不能够胜任 也就是说王岐山可以胜任这个副主席 而王沪宁却不一定能够胜任 因为讲的是从实权的角度 实际影响力的角度来讲的话 所以到底究竟最后由谁来担任 那等到三月份我们才能够知道 但是我想这个高层博弈也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了各种权力 这种派别 虽然讲共产党在维护统治方面 他们都是一致 镇压人民 镇压这个意义思想这方面 他们从来都没有收容过 但是在争夺权力和利益本身 他们自己内部还有着深重的矛盾 生来夺去的 所以这点呢 到对我们来讲不是有太重要的关系 甚至有些人说 选越烂的人担任高级职务越好 何必你非要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去 担任那些职务呢 有能力的人可能会让共产党的统治延续的更紧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的看法跟他们相反 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如果有一天还没有崩溃 那么真正在这个统治下生活的更多的十几亿中国人 他是切切实实要受到影响 如果有能力的人在经济上治理的好一点 那么老百姓所受的苦难就会少一点 当然也有人说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 要把老百姓逼得没法过日子 十几亿人都没法活下去 那共产党不就跑得快了 虽然说是这么说 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这种激愤的心情 但如果你自己本人 你自己的家人在那个环境下生活 你是希望生活宽松一点 好一点呢 还是希望糟糕一点 希望明天这个国家就翻盘 这个有的时候呢 不是那么理想化 所以我们虽然从革命者的角度来讲 希望变革越快来临越好 但要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讲 还不是希望他一下子一夜之间 就把这个秩序全部打乱 然后完全老百姓没法过日子 这点我们也不散得